物價持續飆漲 來台灣展店5年的一蘭拉麵 在今天也發出了公告 因應成本波動 台灣分店將於12月1號上午10年起 調整商品價格 一碗基本款的拉麵 將漲價10塊錢 從288元變成298元 漲幅大約是3.4% 未來要再加麵 也會從58元調漲到60元 調漲的項目多達14項 只有一項微幅調降3塊錢 其實今年不只是一蘭 還有其他知名拉麵店 像是鬼金棒 還有金吉君 在今年也都調漲了 20到30元不等的價格 不好意思 等等喔 主打天然豚骨 冬於湯頭 搭上九州細麵 從日本紅到台灣的一蘭拉麵 來台5年也禁不住原物料飛漲 順布12月起將調整價格 主要是因應原物料價格的調整 跟人事成本的部分 做一個全面新的菜單的價格調整 日本 香港 紐約也都在今年度做了調整 台灣粉店也跟進調漲 基本的拉麵從288漲到298 價差10元 精選配餐也從134漲到142元 追加點餐也調漲2到7塊錢不等 不過其中燉煮叉燒肉 依照原物料價格微幅調漲3元 但實際是算以胃口稍大的人來說 要吃到有飽足感 加麵加肉加蛋算下來一整碗要463元 比原先貴了21塊錢消費者能接受嗎 小孩子想要還是會帶他來 可是想吃的時候還是會來吃 因為畢竟他就是比較好吃 除此之外今年也有其他知名拉麵店 韓掌像是曾經有顧客挑戰鬼增盪辣度 辣到送醫的鬼金棒 今年也針對沾麵拉麵調漲30元 一碗拉麵也逼近300元 另一家排隊拉麵積極均 今年也調漲了20元左右 不堪成本上揚 業者不得已調漲 就看消費市場能不能接受 記者是香港電台報導 記者是香港電台報導